观摩会的目的是使本省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了解水道机关作业机械化所使用的新式农村区的效率以加速分行到处机械化的均匀 树林镇的机关作业已经有250公尺 新发明的自动育苗设备从碎土 盖皮 拿水 播种 腰部 副涂可以节省6倍的努力 利用蔬菜塑胶网式来培育的稻米条 因为有喷水的设备可以减少很多人 20天左右 新绿的秧鸟就可以预成了 利用自动擦秧机代替员工擦秧可以节省7倍的努力 参加今年观摩会的有各区的农业改良厂以及各县市政府的人员100多人